由嬌生制作生产的新冠疫苗只需施打一剂就有超过六成的保护力 26号获得美国FDA专家小组的推荐背书 在取得紧急使用权后 最快下周就能成为美国第三款获准注射的疫苗 而中国也加快疫苗核准了进度 康希诺和有国药集团另一支疫苗也获得使用许可 中国目前已有四款疫苗可以施打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22名专家小组 26号经过长达一天的讨论后 一致表决赞成推荐浇生疫苗的紧急使用权 浇生疫苗预计在一两天内可获得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就开下星期一展开配送作业 成为美国纪辉瑞莫德纳后第三款获得授权施打的疫苗 FDA日前指出只需施打一剂的浇生疫苗 效能约66.1% 不如要打两剂的辉瑞与莫德纳后 但符合标准 美国全国卫生协会官员指出 390万剂的浇生疫苗可随时供货 其中280万剂将直接提供给各州政府 80万剂将进入各药局通路 另外16万剂将分配到合格的疫苗施打中心 美国目前已有4700万人至少施打过一剂疫苗 占总人口的14% 不光是美国持续批准疫苗授权 中国现在有批准包括康希诺 与中国国药集团的第二款国产疫苗的使用权 加上之前的北京科兴 与国药集团的另一款疫苗 中国目前有四款国产新款疫苗获得授权 而南美洲的阿根廷跟巴拉圭 25号也分别获得第一批的中国疫苗 至于AZ牛津疫苗在欧洲引发效能不足 许多医护人员与民众拒绝施打的疑虑 德国卫生部长26号也跟日前法国总统马克宏一样 表示自己愿意接种AZ牛津疫苗 十八案指出AZ疫苗最大的问题是供应量不足 而非效能一律 但英国卫报指出 欧盟国家目前有高达八成的AZ疫苗 闲事没施打 也影响了欧盟的疫苗施打计划 公主新闻静元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